Yahoo的网站其实相对,你可以看得出 其实它是相对比较传统的吧 因为它这个网站已经很久都没有更新了 所以Yahoo曾经是最大的搜寻引擎 后来因为Google的关系,它慢慢就没落了 其实在Yahoo之前还有一个叫番薯腾 番薯腾在把那个,好像是卖给不知道哪家公司 龙卷,不知道还是什么 然后后来因为Yahoo,Yahoo之后本来以前 刚才大家都用Yahoo搜寻 可是后来慢慢就Google,就被取代了 之后的话,Yahoo好像这家公司就越来越业绩越差 最近好像是听说是已经是被哪一家病了,还是什么的 在台湾也好像是有这种类似的状况 所以它的网站上就没什么太多更新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这个Yahoo的股市 它的那个结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其他地方都是用什么 都是用所谓的DIV 但是它这个地方就是有个table 其实table也没关系,可是它没有class 没有class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我要抓的时候,到底我要抓哪个table? 因为这个网页里面有一堆的table 到底我应该要抓哪一个table才是我要抓的? 有没有,它没有class,没有名称嘛 比如说我们班上所有人都没有名称 那每个人都是学员,那我学员 每个人都,那到底是叫谁? 对,那有几个方法啦 要不就是说你们每个人都有名字 那我可以叫名字 要不然的话,我如果你们都没有名字 因为这样你们就,所以有人去看所所 看所所以后就不能叫名字了 我听说看所所只能叫编号而已 什么几号,某某某几号 那你就没有名字 你在里面不能称字的名字 因为在里面都一样大了 不管你在外面多大,呼风唤雨 在里面呢,你只有一个编号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好像演的跟监狱风雨很像 那类似的,就好像说一样网页上面的东西 没有class,没有名字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这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好方法 但是我觉得以目前用起来是还蛮OK的 那这个方法主要是参考什么 参考Essal里面那一个从web 因为它其实就是query table 那什么叫query,query就是查询 table是,那它不是叫名字 它是叫第几个 所以我们打勾的时候就告诉他说 我要的是第几个table 所以他不会去管说你这个网页里面 有没有class,有没有ID,有没有什么的 没有,不管 所以我也模仿那个味道 怎么办呢 其实第一个,我们如果不知道哪个table 那我可以用什么 我之前教各位Ctrl加F 所以你就是把table点两下 然后Ctrl加F CtrlC,CtrlF 那CtrlF它会在下方出现有一个让你输入你要搜寻的东西 那我是建议啦,目前找到有15个match 我是建议最好在前面加一个小鱼 为什么要加一个小鱼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小鱼符号 或者最后在尾巴再加一个大鱼 你如果没有加小鱼跟大鱼的话 那他就不确定是不是一个table的标签 那如果不是一个标签 那就不一定是网页上面的那个符号 标签符号 有可能是找到里面刚好他的名称叫table 那就不OK 所以习惯是CtrlF的时候我会再加标签符号 然后再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个网页里面到底有几个table 所以几个table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边有没有 这边就是在Find完之后 有没有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总共会有1of 1个of巴 意思说目前他找到的第一个 就是在现在他帮你标筑的位置 那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只要找到他是第几个就可以了 第几个编号是从0开始 不过他这边是从1开始 所以到时候可能要减1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我要的 不是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你可以什么 旁边有个箭头 社群NAS 这个是不是我要 这个好像不是 这个好像太大了 再下一个NAS NAS下一个就是上面的这个 不是 再下一个NAS NAS好像有找到接近的第四个好像是我要的 不过一般习惯我还在按一下NAS 你会发现第五个 第五个怎么样呢 他还是在这个 也就是我跟各位讲 现在很多的表格 他是表格里面又有表格 表格里面还有表格 所以记得你一定要找到最里面那个表格才是 不然你有时候会找到外面的表格 OK记得 所以在下一层看看 在NAS 下一个的话 他就跑到哪里 跑到下面的不对了 所以应该是上一个 有没有发现就这一个了 第六个 第六个的话实际上就下面不对了 所以上一层这一个 好 所以基本上 他是在这个网页里面的table的第五个 所以第五个的话 index值应该多少 减1 4 所以基本上 我就用这个方式 先找到什么 这个里面的 当然你可以用find all 因为这边 如果你用find的话 就找到第一个 OK find all的话 再从所有里面 我就抽离出 第五个 也就是编号4的 所以特别注意 我怎么写 首先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刚刚第一个 我们抓到第五个 另外上面还有一些讯息 什么讯息 可能要知道说 它是什么 big 5 5 所以以后 如果你trust set 如果等于big 5 5 记得 它的encoding 一定要用cp950 不能用Tier 8 OK 你会发现 现在网页里面 还在用big 5的 其实是少之又少 真的绝无仅有 OK 所以 当然因为它现在是这样 我们也不可能说叫它改版 因为这是人家的server 所以第一个 我们一样把刚刚的那个网址贴上 然后用那个url 把它放在get的url里面 接下来后面encoding 如果它是big 5的话 那就是用cp950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底下一样用beautifulsup 去爬里面的资料 丢给产生一个sup的物件 好 那师傅的物件的话呢 我们就是一样 先sp.find find all 特别注意 不是find 是find all 然后呢 针对这个 特别注意 把这个的结果 丢到一个sp1里面 那 后面的话 其实 特别注意 我是在底下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比较重要的是说呢 我的sp1 后面呢 有加一个中瓜阿福4 这个中瓜阿福4呢 指的就是什么 我刚刚找到那个区块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就只有那个区块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说你是把这个整个sp 整个都print出来的话 假设我现在print 这一个sp的话 那就是所有的 这个网页里面的table sp1 的一个串列 所以你一般print出来的话 他应该就是 帮我把它列下来 一定是一个串列 table 那里面的话呢 他会跟你们讲说 这个是第一个 那一直到哪里呢 一定会有斗点 那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我这样看很难看 我是觉得还是 用那个find的方法 那如果说我要的是哪一个呢 我要的是第四个的话 那我就sp4这一个 把它print看一下 也就这一个 但是里面的话还是一堆东西 看起来应该是我要的 table 这个东西 这个后面先不管他了 选择 这些th 看起来就是我要的那个范围 里面有一些数字 如果把它点test 里面的资料 看一下 如果点test 表格的资料 它会是这样子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当然呢 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怎么样 你把这个点test的东西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做什么呢 把它变成你要的那个格式 什么格式呢 包含就是说呢 把这些东西 变成栏位名称 然后这些东西 把它怎么样 去除它的换行 有没有 但是工程浩大 其实我曾经有试过 我把这个Ctrl C 然后怎么样呢 把它放到哪里呢 要不你把它放在类似像 像那个什么 记事本家家里面 然后去观察一下 它有几个LF 然后就把它取代删除 取代删除 然后把它全部都变成我要的样子 所以我还甚至整理出一个规则 不过后来我发现 那个规则好像不是很OK 那个规则的话 我记得我 我是要把它写下来 这个地方变成像这样 但是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还是用TD 所以这个地方 假设我要把里面的东西抓出来的话 那我可以再怎么样 把这个Table 里面再做第二次的搜寻 搜寻什么 搜寻里面所有的TD 搜寻里面所有的TD 那找到的话 特别注意 所以我把这边Print一下 Print SP2 我丢给一个SP2 Super2的这个里面的话 然后假如说我要抓什么 抓里面的第几个 比如说我要抓D0个 把D0个的.test 有没有 我要抓TD 这边TD就没有包含TH TH就是它的那个栏位名称 那你会发现第一个执行出来 D0个里面为什么没有东西 我们观察一下 D0个 它的D0个应该是这个东西 下面这一串 我们理论上应该就是指的是TD 指的就是这个开始 然后这个应该是第二个 按右键 检查一下 有没有 这个是第一个TD 就是上面这个 里面有个核选方块 里面没东西 所以如果理论上 假设我把那个SP2里面输入1的话 那应该里面呢 输出的话应该是什么 输出的是台泥有没有 这个东西 那如果输入里面的资料 假设是2的话 那应该就是后面的数字了 14点 应该是时间我们看一下 就这个 所以这个是0 这个是1 这个是2 3 4 5 6 7 8 9 10 但是我里面 我不要第一栏 也就是说我要的里面是1 就是说从2 第二栏到第12栏 那编号的话从0开始 所以0不要 1到11 有没有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12 13 有没有 一直到这 所以其实那个规则跟刚刚蛮像的 所以如果我希望把这些东西全部抓下来的话 那我就用一个刚刚类似的方法 那我就用一个刚刚类似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for i in range 这个range 这个range的话 一样就是从0开始 也就是我要抓的这个资料 把它放旁边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也就是说我从这个 这个是0开始 一直到后面最后是12 应该是11 0到11 然后呢 中间因为间隔的话 step总共是12个栏位 所以我后面的话一样 我就用刚刚类似的方法 总共避开第一个栏位 因为里面是空的 所以就给它11个栏位的资料 那分别在后面放什么 放那个format 然后放sp的 因为我从0开始嘛 那我B开第一个 所以i不用 i加1 一直i加到11 有没有 分别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另外的话呢 有一个地方可能会出问题 就折行 就等下 我这样就是1到11 分别把资料放在大瓜虎里面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跟刚刚那个大乐透的逻辑蛮像的 有没有 你会发现 所有的资料都列出来了 可是这边会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折行 这个后面多一个换行 怎么办呢 没关系 这个在第一栏 所以我把这个输出的第一栏 后面加一个什么 Destrip 小瓜虎 后面就不用管它是什么 反正只要后面有一些符号 那就帮我清掉的话 这样的话就得到我要的结果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所以重点一 我是去找这个网页所有的table 的第五个 先抓回来 再把这个table里面的td的部分 全部抓回来 避开第一个栏位我不要 然后分别帮我列出来 就OK了 这个应该算是 比较简单的方法 但还有别的方法 如果我试过 我发现其他方法都要写非常多程式 这个应该是写最少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你会发现 以后如果假设你要抓的资料 是一个表格的话 假如有class 那你就像刚刚一样 给class名称 如果没有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用算的 你在第五个 那我以后就装瓜糊 试就好了 OK 其实还蛮好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可以 破解大部分 你想要抓的 这个网页里面的那个表格 就套用一下吧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案例 刚刚那个是有class 这个是没有class 所以我把刚刚的程式 这个给各位看一下 就这样 OK 程式不多 那可能比较会有问题 就是那个.format 折后面 要串接的东西 这个还串蛮长的 可是原理原则都差不多 就是说 我就是分别去串 就是分别避开 在第一栏 第一栏 第一栏编号是0 所以我把它加1 第二栏 第三栏 第四栏 第五栏 第六栏 一直到最后一栏 十二栏 一个萝卜一个坑 把它放到format的大瓜糊里面 这样子的话呢 输出结果就OK了 其实还蛮好抓的 当然我们现在如果可以抓一个的话 后面的目标 我们现在抓什么 抓全部的 也就是说当日行情 全部类股的资料 一网打进 而且还蛮快的 一下就出来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我是怕之前有一个状况发生 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去抓雅虎股市 结果雅虎股市的那个server 会认为我们是恶意攻击的这个行为 所以他就把我们这边的IP 只要是我们这根出去IP位置的 一律就封锁掉 所以待会注意 你要抓 不要一直连续抓太多次 抓就轻轻抓一次就好 你不要一直抓到 等一下我要再讲后面说 超过 完全 没办法 抓到撕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把我们封锁 他以为我们是 恶意攻击城市 OK 所以 试一下 确定在按 你们先写完 你不要没事一直在那边乱踹 不要一直 一直一直 就是按太多下 按一下就好了 我试试看